但是這次的調查 有一個發現很值得提出來 向大家報告的就是 民眾對於學生 這個就讀紀子、紀子院校 有沒有前途對於高職 有沒有前途呢 75.7%的受訪者就認為 沒有前途 所以這個代表說 社會的觀念 民眾的觀感已經有了改變 教育部不是公布 技術與職業教育 政策的一個綱領 綱領都需要培養實作力 以後有願景 實作力、創新力 還有就業力這樣的願景 不需要培養這個 招生委員會決定是跟他 也許可以進步 這有一點我覺得 不是在同一個方向上面 好 現在銀河大家都要升學 高職可能回過頭來 高職將來的科目都要開那個 要加重那個樹體方面 要整個 整個 這個國家 技術人才 這樣的搖籃 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很可憐 非常可憐 說清楚一點 這是一般科大在搶高中畢業生 都是為了招生搶 搶 我說得太白了 沒有錯 有了擺一大堆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要檢討 我覺得 是要檢討 不是 是要檢討 的 是要檢討 所以 做一統 再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